玉里国民党部借由中央党部志工部专员李德权 转介天使集团董事长捐赠余甘有600和给长者 玉里卓西国民党部主任林慧婷 及玉里党部主任委员潘岳霞 就针对玉里及卓西的文件站长者发送 另外也趁此机会发放物资 让玉里及卓西需要帮助的家庭得到更多温暖 玉里国民党部借由中央党部志工部的专员李德权 转介天使集团董事长捐赠的余甘有600和给长者 玉里卓西国民党部主任林慧婷 以及玉里政党部主任委员潘岳霞 就针对玉里以及卓西的文件站的长者发放 任何急需要急难救助或需要帮忙的人 我们现场我们主委张主委张建主委 加在我们玉里政党部的主委 我们都要很落实照顾我们的天乡 我们的乡亲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都要帮大家能够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瓶颈 更也趁以这一次发放棺木以及医疗补助20万元 以及协天工针对家庭较势者捐赠物资协助20份 让玉里及卓西需要帮助的家庭得到更多的温暖 所以未来只要我们地方上有一些低收 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些民众 只要你符合资格来到这边 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 比如说监管还是更方面 我们玉里政党部跟花莲县党部 我们都一起携手合作 然后我们这个服务乡亲的一个 不敢说大爱 但是我们会很落实 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我们地方所需要的乡亲们 玉里卓西大部分以能为主 工作机会不多 并且薪资水准不高 为了帮助乡亲 国民党玉里卓西党部送物资以及善款 给低收入户以及贫困库的家庭 希望民众可以平安顺利 记者高松双玉卓西采访报道